下一套了 輪助同學是怪騎還是怪騎 輪助的關同學 今季有的人花雜無雙 花整套一講過 十成對白 當然這套東西如果照看 其實都是九成對白的 除了老師在寫東西之外 其實那個南角雖然說是蟹弘 呼吸聲很貴 呼吸聲很夠 當然這套東西是七八分鐘的短範 就是一對男女 坐在旁邊的小故事 男主角就會坐在主角位 傳課室最後排又角落最近的位置 而花雜坐在他旁邊的就是 但這個男主角每天上課 就不是上課的 他是在玩這些奇怪的東西 每次都玩一個小故事 之前第三集就玩靜電抹台 其實都挺搞笑的 當然想的東西都是一個小學向的 但是其實做出來的事情 其實有時不可能 錯了 現在坐在旁邊的畫iPhone 已經不玩這些了 這些人去高級才能玩到 當然真實上是沒什麼可能的 但感覺上其實都玩得挺瘋癲的 你都挺開心的 很期待下一集他又玩些什麼 他不從事 因為他玩三集 完全沒有從事 對 如果大家想看漫畫千島為快 香港如果沒有記錯就應該有四本漫畫書 漫畫的畫就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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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如果笑起來 真是漫畫版 我們自己看的地本 第二集那本 其實他一直以來 是不會回頭的 一直都是同一個景地 不過 及後就有少許不同 不過 不只是一定在那班房裡 大家再留意一下 其實後面還有多一兩個同學出現 當然 就不專門了 如果這麼說 我倒楣 他沒什麼事 我抵著 真的 當然 大家想想 這套東西 如果大家想想 在監督那裡 其實如果大家想想 這位監督也是有來頭的 誰 這位監督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記得這套東西 他的經歷 他經歷非常中副作品 也非常多 由1987年開始 大家如果最記得 我想這套東西 最記得的是 鬼神童子 他也有參與過 還有 Crayon Chan 即是 立不小生 他也有份 所以他想想的小型巧 非常一流 所以你覺得 玩一些小有趣的 很有趣的 就是因為他可能 90年代 就是去參與立不小生的製作 當然他也不停不提花摘 他的厲害度 我們可能說之前 那個鬼好像 《人力滅絕》之後 那套《忠田麻衣》 一天獨力拆散半個小時的劇情 這個阿伯都不行 所以一個人拆五分鐘的劇情 都可以是沒問題的 他對白之餘的心動技巧 講察有故事 中環教授如何 套糟兼精癖的評論數據 完全沒問題的 還有一些經調的劇情 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好像很驚奇 當然是一個中學生 我都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他對面的事情是挺天馬行空的 中學生有什麼能力 可以去世界表演的 有些學生玩手機 還有這位監督 我都說了 1992年開始已經做監督 其實他已經非常厲害 你想想 角色區龜有公園派出所 他都是負責做監督的 所以他的監督能力一定不容置疑 超級老手 肯定是我寬哥的 很難說的 寬哥是神的存在 所以大家這套 我都覺得值得推薦 尤其是幾分鐘的東西 很快就看完 慢慢也可以醉 下一套